大家好 我是石涛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涛哥砍电影当中的最新的一个节目 黑客帝国 黑客帝国是1999年拍的 有人称作为1999年是好莱坞电影界的化时代的一年 而这其中黑客帝国带有着极具的这种经典的代表性 黑客帝国透过了对电脑人的说法 透过了人间人在自我发展过程中 自己被自己创造出来的电脑给奴役了 人为了自我拯救 重新要恢复起 重新唤起人性本身 生命本身的在这天地间的认知 在这其中 包括着人生命的理解 包括人与天地间被人们称为特异功能也好 被人们称为人的肉体与灵魂之间的关系也好 包括人的精神灵魂的升华 会促使生命与火重生 在这种相互对应之下 在人现实的环境中 这个影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表面看起来 他的打斗电影的技术 而在我看来 真正能够引起人反响的 是每一个人在这个影片中 都可以找到自己灵魂深处 对生命那早已认知的某种成分 某种感情 某种氛围 要收看涛歌坎电影 对你就在Google上 或者YouTube上 去打入涛歌坎电影 你就可以看到涛歌坎电影当中的 在YouTube上的内容了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昨天有期节目提到周小川 在形容中国股市的时候 叫调整 我看朋友们留言骂他的不少 这个调整 大白天的礼拜一一开盘 这是大阅兵之后 一开盘 又干下2%点多 也就守在了3080点左右 大阅兵结束了 一切同样处于不确定性 在节目当中 我多次提到过 就是见到在见外的概念 这样的问题 经济问题 金融问题 那包括人家鱼死网破的做法 对于今天主政的人而言 其实有了他万般无奈的氛围 他没办法 大阅兵求得一种声势 求得一种氛围 我们也提到 在面对这种大的背景之下 要重新反思做人的道理 这就是包含在一种大审判的概念 重新反思做人的道理 结果昨天呢 在Facebook上有个朋友 给了我一张贴 给了我个贴子 他就说 涛哥是不是真的要变天了 但他没说这个贴子这段话 是从哪来的 我在Google上Google了一把 我发现在国内的微博上在传 有 这个贴子他给我的原贴呢 说是9月3号大阅兵写的 但是那个字体本身呢 我很难确定是不是真的说这段话的人写的 但是这段话 这段话本身 我在Google上查 Google上反映出来的 都说是习近平说的 如果真的是习近平说的 说了这么一番话的话 2015年不知道怎么过 咱看这段话他怎么说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这个朋友转给我之后 我转贴在我的Facebook上 未来中国是一群正知正念正能量人的天下 真正的危机不是经济金融危机 而是道德与信仰的危机 谁的福报越多 谁的能量越大 与智者为武 与善良者同行 心怀苍生 大爱无疆 那落款他写的是习近平 他说的是9月3号说的 那我跟大家讲过 这段这个字是不是他写的 我无从考证 这段话从Google上Google完了之后 看来是他说的 那这里面我觉得 如果这段话真是他说的 很要命的就是中间这段话 真正的危机不是经济金融危机 而是道德与信仰的危机 作为他的身份 他承认今天中国处于道德和信仰危机 今天的中国的道德危机 信仰危机是中国共产党一直统治到今天走到这一步的 使得中国人失去了道德的理念 使摧毁了中国人信仰的能力 不用谈信仰 已经摧毁了信仰本身的能力 已经摧毁了中国人恢复做人的道德的基本的能力 有一个朋友 在Google上去搜索这段话 他这么说的 在Google上能够搜到的最早的这句话的记录 多了几个字 未来不是穷人的天下 也不是富人的天下 而是一群正直正念正能量人的天下 真正的危机不是金融危机 而是道德信仰的危机 与智者为伍 与善良者同行 心怀苍生 大爱无疆 那这句话里面多了一个 未来不是穷人的天下 也不是富人的天下 但是这边他的注解呢 这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有趣 他最早查到的日子是哪天 2015年6月10号晚上8点多 6月11号砍死了周永康 610我们早就跟大家讲过 1999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机构 2014年610香港白皮书 刘云山赶 2015年6月10号 如果真的有这段字的话 6月11号砍死了周永康 6月12号股市创新高 然后就进行鱼死网破的搏杀 今天的中国被共产党摧毁了中国人的道德 与信仰的理念和恢复之能力和他真正的含义 这是事实 用高级动物摧毁的 这是未来的中国 从新树立起中国传统民族文化 传统理念的必须要重新恢复的一念 在我的眼睛里 能够恢复他的就是推背图的42路 传统的中国的文化 一个女孩梳着爪儿弹着皮膊 但自西方而来 宫落地而无见 开宫没有回头见 玉兔在旁 代表着和平 代表着生命的理念 香港852 登了一篇文章 在泰国因为物鸡 那一群中国人呢 大陆人不干了 所以要维权 要求派不因747借我们 还是777借我们 提出了很多条件 赔多少钱 在过程中 并不是所有的大陆人 都采取了同样粗暴 侮辱 鲁莽 很令人不齿的爱国行为 但那些用侮辱他人的方式 唱着义勇军进行曲的爱国歌曲 在泰国的土地上 即刻辱骂他们的同胞 852的这个记者讲说 不跟我们一起拒绝登机 唱国歌威权 你们不是中国人 昨日凌晨两点 大陆互联网传了三段视频 中国游客大闹曼谷机场 那开手就有一个年轻人 用地勤人员使用的麦克风提出了他们三个要求 机场要公开道歉 派波音747载他们回家 每个人赔偿人民币1000元 那之后其他人操着普通话的人拍掌认同 第二段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第三段数个乘客说自己的不满 那强调钱还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是机场要给他们一个说法 当用高级动物的方式 去强调爱国的时候 而这个所谓的爱国主义 是马恩列斯茅创造 一群老外 创造的你今天的体制 而这个体制杀的和侮辱的是中国人 那你今天的行为呢 高级动物就不会有正常人的行为 无论你的要求提的多合理 但高级动物不会有正常人的行为 那就在今天呢 纽约时报写了一篇评论针对大阅兵 习近平借阅兵彰显权威 那军事改革可能全面开展 这是近20年来中国最大的一次规模裁军 同时传达了一个信息 就是习近平此举展示他在军队内的权威 那虽然中国经济的疲软和严厉的翻腑斗争 让人们怀疑他本人和改革的议程 是否举步艰难 兰多公司研究中国军队的政治学者 施道安 那他呢在阅兵的时候正在北京 他提到推行的改革 习近平面临挑战 挑战的原因 就是他必须重新树立军队的指挥系统 收回长期被各军区掌管的军事指挥权力 他如果要做到的话 那一定习近平成为了邓小平之后的强人 那习近平主要是对北京军区 北京卫戍区中央警卫局进行大的调整 换了他的人马 而被换进来的人是谁呢 都是来自于南京军区的 习近平出自于南京军区 南京军区是他唯一的考栅 南京军区里面的31集团军 是他的重中之重 据说中央警卫局的警卫换成38军野战军的士兵 其他的军区 沈阳军区 兰州军区 广州军区 掺杀的 我早跟大家解释过 看我原来节目的时候就知道 对吧 军区司令 来自于空军 军区政委 来自于二炮 我就说这意思 这哥俩原来都没见过面 弄得一个办公室里办公了 我们统领兰州军区 这事你怎么统领啊 你也不认识我 我也不认识你 我也不知道你的底细 你也不知道我的底细 而兰州军区的下面的官兵 对吧 军区参谋啊 军区作战 指挥部啊 这里面的官兵 都是原来的官 那原来的官 都是听这个郭伯雄的 结果大脑袋换了 这大脑袋 谁也不认识谁 谁都不敢动 这就叫掺杀了 但是这种状况 只能解决一时 不能解决一事啊 军事改革 就是干这用的 砍掉原来各军区 向江泽民效忠的人 国防部的发言人提到说 这次裁军的名额 重点是减压老旧装备部队 精简机关和非战斗机构人员 下一步将继续推出新的改革举措 那积极稳妥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 说明这裁减这几十万人 之前都没有任何细节的准备 但是用裁 裁军作为借口 干掉异己分子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